在我身後面這個就是一個我從來都未來過的直升機瓶 在我今天出門的時候我是完全不懂路 今天這條影片就看看我用這隻Apple Watch 帶我來這裡究竟會不會很麻煩呢 Hello 在我這條影片我就會測試一下我這隻Apple Watch 究竟可不可以在我踩單車的時候當是一個導航的手錶呢 如果大家未去到看我那條零道指的Vlog 或者是路線教學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們不知道零道指是什麼的話 我今天就是想去零道指旁邊 它是有一個直升機瓶 我是完全未去過 我也不知道怎樣去 我就打算值這個機會 試一試我這隻Apple Watch 和我這個iPhone 他們中間的連接究竟可不可以令到我 在完全不懂路的情況之下 可以順利不要太麻煩地 去到成功地帶我去那個直升機瓶 那我現在就在Google Map那裡 其實已經標示了一顆點了 我就會在影片下面那裡放一放 這個直升機瓶的連結在這裡 大家就可以在Google Map那裡 找到這個位置 Exactly的地位置 但是如果我是用Google Map 去做今天的導航的話呢 其實跟這個Apple Watch的連接 就不太好 如果我是用Google Map的話 我首先就會在這個Google Map的App 按下這個Highly Pack 就在零道指旁邊 你們會看到 走路那條路線 因為如果我選馬路的話 它會教我上去元朗去天水圍 那條的高速公路 那就不太好 這裡按了開始之後 它就會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電話的導航 不過如果我要在我的標示那裡按的話 我就要Google Map那一個App 按下去之後 就會說我現在有一個Current Trip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很簡單地告訴你們 究竟你還有多少米要轉左 多少米要轉右 就不太清楚 因為你始終沒有那幅圖 你很容易走錯路的 所以我就在這個測試裡面 我就是不會用Google Map 我現在開了這個就是Apple的Map 我想它叫做Maps Apple Maps Best Map Maps will offer incredible new details Maps users Maps Maps Apple Maps On their Apple Watch So there's no need to take your phone Out of your pocket 就這樣叫自己做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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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沒有其他人做地圖 這個世界 這裡其實是寧道寺的位置 而那個迪星機台就在這裡 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選擇是走路的 香港其實有這個cycle的option 其實按下去是沒有路線的 所以就不是可以選擇的一個option 所以要按回走路 我是知道我需要去洪水橋 去到開始走的話 是可以避免了很多不同的馬路 所以我雖然在現在這一刻 就會按開始 但是我就會沿著單車徑 去到洪水橋 過多一點點 然後才開始跟著Maps 跟著什麼? 跟著錶的 現在就這樣開始 Go 你就會看到它已經叫我走這條的高速公路 所以是很奇怪 我是不會跟著它這樣做的 當在iPhone那裡按了一個地方之後 你就可以在錶那裡選擇 超幅圖給你看 那你在錶那裡也會看到幅圖 超清楚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沿著這條路 去到青山公路的變線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它會不斷承認我在這條路 就會帶去那邊之後 就走馬路地經過天水圍 我是不用這樣做的 所以我現在沿著這條路 到青山公路旁邊 那一條去屯門的單車徑 去到洪水橋 才開始跟著我的錶 在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那條路線已經自動更新了 教我怎樣經過洪水橋 去那個直升機坪 我現在來到洪水橋 過了一點點了 後面就是洪水橋 這間就是那間的教堂 那一條就是去屯門的單車徑 那我們現在就 過了洪水橋 我應該在前面的路口轉右轉 剛剛開車的時候 這隻Apple Watch 還有電量是76% 我其實踏了10分鐘左右來到這裡 還有之前我更加踏了10公里去 剛剛我在元朗天水圍中間那條橋 踏了15公里左右 電量76% 跌到70% 大家都看到這樣的天氣很多雲 可能就會在這裡問 我這樣踏路口昨天又想打水箭 其實就不是的 我這隻Apple Watch 它在右邊有一個位置寫16度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告訴我今天的天氣 現在這裡就是溫度 最低可能只有12度 今晚如果我不早點回家的話 現在就是16度 如果我再多按兩下 它會出了下雨的天氣預報給我看 它就是寫今天是0%機會下雨 我自己是挺喜歡Apple的 所以我選擇先順著它 所以我暫時都相信 那隻Apple Watch 那個0%下雨的預測 希望它真的不下雨 因為如果這樣下雨應該都幾下 它就是教我在前面轉右 我這隻Apple Watch應該都會寫著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條路呢 我這麼久以來都只是走過一次而已 那我呢 最初我打算 這裡是轉右之後 一直都是馬路 但其實這裡是有單車徑的 雖然這條單車徑呢 懶都不能再懶 一直要直走600多米 來到第一個轉左的地方 今天整個旅程中第一次要轉左 那就是轉入這條這樣的村路 要走多510米 就轉一個右 其實這樣比較方便 我是不用看著我的Apple Watch 就是你看到我經常停下來 拍一拍東西 其實我是完全不用停下來 因為這隻搭鍵呢 其實在你差不多要轉彎的時候 它會開始在陣的 你越來越拿著 你再類似我會期待 究竟要在哪一个位置 转左或者转右或者一直走 它就会提醒你 你真的不用看标都可以 虽然它会震到台地转弯 但大家如果觉得这样的路线 又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按下去地图 它会展示一条线给你看 然后你可以 扭转旁边的时间 去到 ZOOM IN或者ZOOM OUT 这样你大约有一个 转左转右或者一直走 带了条线是怎样的 之后再走进来看条路线 是真的非常容易走 我之前已经试过这个功能 我想我试过两个旅程 是带我去上水 用行人路的方法去走 我整个旅程可能两个小时 我没有一刻会觉得 我自己是可能会走错路的 所以其实都挺容易用 我讲转右还是找路口 我慢点找路口 我什么时候讲过煞车 打油灯 转右 他会在这个股程上 反正身路纷 一刻 我看你现在快速 一致一致的脚 可以把手动力 几次移动手 加一致了 又开终度会了 鱼车不走 回家都不闯了 那只Das 轧轮 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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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 我記得我上一次是開車來走這條路 都有一個差不多的問題 就是很多迎頭而來的車 我不知道他們搞到什麼時候 但是如果我是想嘗試過一些這樣的大型貨車 我怕我過這輛車 我會在車底那裡過 所以我 prefer 讓他們先走了 我免得在他前面的位置就這樣過了 我怕我正在過的水突然走 這東西仰氣沉沉 就是我們阿入沙的救命 你看到我左手邊的路就是 轉上領導指這個山前 有一條路就是在公路下面走的 其實就是這條路 我想這個白色汽車剛才在我後面那條路經過 我不知道我能否拍到它 但是它繞了很大的圈 回到這裡為了過那輛 塞住了一條路的貨櫃車 最後又回到大貨車後面 這個錶就是我要繼續這樣直走 挺好的 我終於想到一個方法可以拍一下錶 直走到160米之後轉 之後轉了 再上去 它不再繼續教我繼續這樣直走 然後剛才在路上的時候 就叫我轉了上來 因為Apple Map有一個大廈的閉嘱 就是他把直升機屏的名字在導航裡面改了做 夏川交換 其實是對的 因為那個直升機屏其實是在夏川交換旁邊的 即是夏川的回旋處 他真的在旁邊 但是他在導航的時候 就真的只是帶到我去那個回旋處 而且他其實是帶錯了 Google Map如果你是按某一點的話 他真的帶到你去那一點 而Apple Map就不是的 很明顯我就是要 應該是繼續剛才那條路直走 我不知道他會教我轉左 其實直走是OK的 在他自己那條線那裡 都是一個屈左軟的直走 但我不知道他直接教我轉左 上來這裡 那我現在繼續走 他那條線仍然是對的 即是很明顯 到這個黑暗地方 我就馬上把前後燈都打開了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我真的會害怕 我好像右邊這部貨車這樣 真的看不到我 很多很多的大车经过了 今天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下午4点51分 好像刚才我这样说 因为直升机坪是在这个回旋处的范围 它就只带到你去这个范围就算了 instead of真的带到你去这个直升机坪 所以我就end up在这里了 我就是要开我的Google Map去带我走 因为Apple Map在这里开始走的话是真的废话的 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里按停它 开Google Map 按到那个Hellie Park 按走过去 其实那里已经有一个路牌了 我纯粹想给大家看一下究竟 真真正正地去一个地方 靠着标去到导航会是怎样的 回到标那里按这个Map 然后是真的很废话的 它真的不告诉你这条线是怎样的 尤其是你停在这里 还没开始走的时候 即是你真的停在这里 标不知你向哪个方向看 或者向哪个方向走的时候 是 这个方向是随便指的 它就是Head West 我诶,哪边是Head West吗 根本没有太阳了 我连想看太阳去到哪边的西面都看不到 Head West是Head West 我纯粹是知道那里有个牌 所以要走那边 哇,好大烟 哇,Shit 鸡油味 哇,厉害很臭 好臭,真的很臭 它很厉害很厉害的鸡油味 我联想一下 一会走的时候 又要走那条路,真是麻烦 那股鸡油味我还闻到 我觉得我的口罩黏了鸡油 现在我打算戴索一点口罩 那些鸡油味我会进不来 其实不会隔掉鸡油味的 超臭 虽然Google Map 是已经没有再给路线图我看 但是它就会给了这一幅图 我看 就是会写着Head West 然后右边就会写着 距离还有多远 距离就是270米 如果我一直向于这个方向走 是应该还得过去 我今天是打算 然后五点前要去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回转头会走一些马路 五点半日落 就打算半个小时落到天水围 和洪水桥的地方 应该是可以的 快点五点去就行了 还有五分钟 好 直升机坪 在这里 挺好的 看我能不能上到 如果你是觉得我已经走过一次 令到指引 所以我有一点点关系 其实不是 我上次踩单车来的时候 我不是走这条路 我是经天所为西鉄站 经过那条下村 而今天我是从洪水桥 港教会那边走过来 所以我还没走过这一边 今天第一次走 全靠这一支标 去到大约 来这里 我们不需要拿着电话 去到慢慢地录地图 还要是超方便 每一次转弯之前 他都会走去 指标会震 然后你就知道要转下一个弯 这里很少人的我想象 下次可以带个车来 看看那些人在这里 玩粒尾 摆明 快地这么粗 都走来玩粒尾 4点58分 天水围和元朗中间那条桥 起步的时候是4点17分 就是我拥有40分钟的时间 去到那条桥 来到这个位置 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可能要多过40分钟的话 其实你们应该不用 因为我是疯狂地停下来拍片 因为我这个VLOG 是你们看到这些片 其实我可能终了三四次 所以我想我有三个字的时间 都是在这儿停下 不停地对着我的镜头拍摄 我一味就是想着离这个位置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是怎样离开这个位置 回到洪水桥 应该是挺好的 我想这个是洪水桥 洪水桥轻结枕 按了我去驾车才教我选择走路 刚才说过 踩单车的功能在香港使用不到 我会减乎刚才经过那条村路走 因为我已经走过 知道那里没有什么 是比较容易走 如果终于这些马路 虽然看起来挺顺利的 但可能会经过很多很多 比较多车的马路 那就不是这么好 我还是减乎刚才那条路 不是啊 这条是终于山的 我的天啊 它不是走到这里 为什么这样呢 不要紧了 我自己沿着这个回船柱走 然后走到这里 才跟着这条线走 Apple的Math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GoogleMath 是很少会有这些问题 我现在开了GoogleMath 洪水桥的轻铁站 到航 其他条线是正常很多的 不过没办法 如果是要给Apple Watch 所以立即看到那条线 即是一拿上来 已经看到那条线 是一定要用Apple自己本身的Math GoogleMath 是支持不到那条线 只有一些很无聊的 500米之后转左 其实我觉得不太够用的 如果踩单车 在一个这么乱的环境里面 你又要看后面有没有车 看看左边有没有车 看看有没有车 看看有没有人前面 所以我自己是宁愿用Apple的Math 希望它会自己变这条路 即是变回对的线 特意走错之后 所以我现在Go somehow叫我走上山 奇怪AppleMath AppleMath 最好的Math 究竟怎么过 不可以像刚才那样 沿路翼先走 多火车都会立即撞死 有很多车 这个汇线转大 究竟怎么走 我想我要等到完全没有车 才好走 那不是有车底过 不过我在这里停了这么久 其实我都没见到 有任何一个机会被我过 所以我才有空 就会拿一部镜子出来拍 你想着会没有车 但其实后面就有很多车 蛤 它在这里吓死我 差点飞住三条公路上 但Math从来不踩车工 要踩到踩团弓 我走了这么远之后 这条线就已经正常了 不再叫我逗上山 所以要下红水桥 现在就是要直走45米 然后就可以转左 如果要看一条线的话 在这里就会看到 我喜欢看这个图 1212摆脚啊 猜到什么时候要动手啊 脚啊 在我拍过一条的灵道指引路上教学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知道有这条路的存在 我当时是有想过 究竟我真的带大家走那条路 还是带大家走这条路 但是这条路实在太复杂了 所以最后我没有带到的 不过我踩单车如果带着一只这样的标 可以时时刻刻地提醒你 哪一道转弯呢 其实它可以令到我可以去到的地方多很多 因为我已经不会再害怕了 我不懂路啊 不知怎么走啊 走下一档失路等等的问题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我真的可以 低头看一看 究竟转左转右 看不清楚还可以有条线给你们看 它令到我走这些又窄又细 又不知道怎么走的穿路 容易很多 现在开始天黑了 而我车尾那盏是淘寶一盏新买的灯 所以我还没开始可以很信任很信任去 我怕它闭着闭着闭着 然后车梯不能撞下来 那我就现在走回这单车境 那边去到洪水桥 我还没出现 到了 6 4 5 7 7 5 7 7 5 7 9 9 10